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我要講的是 你們之前在高中時候印象比較模糊 過的時候 你可能是用背的過的其他方式去瞭解的 那關於這個重力的部分 那我們說重力呢 是這個目前為止我們有四大 自然界有四種重要的力 重力就是其中一種 那第二種是什麼 電池交互作用 OK 第三種是強交互作用 第四種是弱交互作用 就是自然界裡面四大 四個大 四個力 第一個就是重力 第二個就是電池力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強交互作用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強交互作用 那第四個是弱交互作用 那第四個是弱交互作用 重力的話是你每天你都可以感受到 那電池力呢 是你只要帶電的 這個直點的話呢 它就有電力 那這個帶電的粒子呢 它就有磁力 它的帶電的粒子在運動就有磁力 那強交互作用呢 是發生在鹽子核內部的 那它的 你可以知道為什麼要用強式 就是它的作用力非常非常強 那弱交互作用的部分呢 是發生在β decay裡面的 好 那這個是呢 四個四大作用力 是我們在探討物理裡面最重要的四個力 那這四個力的話 按理想到 他要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的話 他一直希望把這四個力呢 全部把它 用一套的理論把它統合起來 就是統一場論 但是還是還沒有成功 那目前為止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 如果你有興趣在這個物理上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努力方向 那我們現在我們在講的就是重力的部分 那重力可以說是這幾個力裡面 跟弱交互作用兩個是屬於比較弱的地方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說 重力的話 一個大N 一個小N 的值點 然後他們兩個距離 這個R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個的交互作用 如果以大N 的觀點 他是觀察者的話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兩個之間的吸引力 OK 他對他的吸引力 那以他為觀點 R 近向R 的方向 是這個方向 發射出去了 所以這個吸引力的方向 就是負R 的方向 OK 那反過來 你說以小N 為觀點 大N 小N 對大N 的吸引力 那他的R 就是這樣子發射出去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 小N 對大N 的吸引力 他的方向也是負R 的方向 OK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之間的吸引力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成R 平方 跟子G 這個 那這個負號呢 代表的就是主力的一個方向 那這是我們對重力的一個 表示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知道力以後的話 我自然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立場裡面 所具有的Potential Energy OK 那之前我們已經知道說 Potential Energy 的定義 那 Final 的位置 點掉這個Initial 的位置 我直接把他寫成 Final 就Initial 那就 他們的這個定義就是F.DR 從Initial Step到Final Step 你把他積分起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表示的部分的話呢 你直接就把你的力放進來 R 平方分之G M M 然後負號 負負的這 Ri 到 Rf 那是R OK 那你把他積分起來的話 那就是負的G M M Rf 分之1-Ri 那換句話說 我們Final Stage Initial Step 它的Potential Energy 的差 OK 你就非常清楚了 假設我們把 U i 的位置定義成為了名點 那它是在哪裡呢 它是在Ri 等於無重大的位置的時候 那你把Ri 是無重大 蓋進來的話 它剛好R 無重大 跟G 是等於定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在任何位置的Potential Energy 就是等於負的R分之G M M OK 這個就是 你們之前常常知道的就是 重力場裡面的重力位能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重力位能呢 你如果把它畫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一個 R分之1乘比例的一個函數 那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這個動力位能的底下的話 那我們看到 當R趨近無重大的時候 位能大概就等於0了 所以如果你的Total Energy 你的總能量大於0的時候 OK 那這個總能量大於0的時候 這兩個Particle 會不會被束縛在一起 會不會 會不會 不會 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這兩個Particle束縛在一起 一定要Energy 小於0 它才是Bound Step OK 這樣這個就是 如果你一個指點在M在這裡 那你這個小M最大的位置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這個重力位能給我們的Information 那我們可以把 我們這個概念 把它擴展到 這個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這個指點 那如果是你擴展到 三個過三個以上的指點 我說我們現在有三個指點 N1 N2 N3 那這三個指點的話 他們之間的距離 R12 R23 R13 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做很自然的看到 這系統裡面的話 1跟2之間的Potential Energy 在R7近無窮大的時候 你已經把它視為0的時候 那這兩個Potential Energy 再加上2跟3之間的Potential Energy 還有 你要把它Potential加起來 那每一個Potential Energy 其實你都已經 在前面的部分的概念 把它放進來 1跟2之間的距離 這個就是R1 這個就是R1 這兩個Potential之間的距離 那這個R12 那這兩個指點是N1 N2 OK R23一樣的情況 那我就直接把G 用G把它提到外面 再加上R23 N15 再加上R31的N15 我們知道 這是Total的這個能量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只是把兩個指點 擴展到三個指點的部分 那你現在你看到這兩個指點 現在是三個指點 你如果可以擴展到N個指點 那一樣的情況 你就把它加起來 我們看 我們說 如果N個指點 N個Particle的話 那我的Total Energy 就等負了G Summation RiJ 然後Ni Nj OK 那你要Summation I 也要Summation J 但是 這兩個會Double Counting 所以我指上I大於J的部分 或者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兩個Summ RiJ MiMj 那這會重複計算一下 所以我把它寫成Mj 所以都是可惜的 好 好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I是不等的J的 記住 好 那我們看看 這是N個Particle的情況 那如果我們現在考量 那個系統的Total Energy 你現在你考量你的行星 你的系統 或者說你的人造衛星也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就看到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大N的指點 那外面呢 是一個小N 我們現在看到他現在在這邊做圓周運動 或者是做火炎運動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有一個大N的指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了 我說這整個系統 那直臉在這邊運動速度V 我們可以看到你的Total Energy 它應該是Connected Energy 叫Potential Energy 的部分 那Connected Energy的部分 就是2分之1mV平方 Potential Energy就是這兩個之間的距離 所以減掉R分之7mV OK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假設你的Total Energy是小於0 你才是可以Bounder step 對不對 如果你的Total Energy是大於0的時候 你就Bounder step 所以E小於0的時候 才是束縛住的這個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了 假設這個E小於0的話 然後再做圓周運動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這個圓周運動 所需要的向心力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重力 這是圓周運動所需要的向心力 所以從這裡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R分之7mN 是等於mV平方 這裡把它帶進來 好 那你看到的 你的Potential Energy 是等於2分之1mV平方 然後減掉mV平方 那你就等於2分之1mV平方 或者是等於2分之1mV平方 這個就是你的Total Energy 這個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的Total Energy的部分 那在這個 你的軌道呢 是一個這個圓的軌道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剛剛講過說 我們這個軌道並不一定是1mV的 也可能是一個橢圓的 那我們說軌道如果是橢圓的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R其實你只要把它變成是 你其中一個這個半長軸的這個長度就可以了 這個是A就是這個半長軸的一個長度 就是這個軌圓的半長軸的長度 那就可以一樣的來做這個問題了 只是我們在這個整個這個兩個Total 互相繞的一個情況 那有同學也許會覺得說 m並不一定是固定沒有錯沒有問題的 這裡面我們把這個關係是弄進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一個條件是 大N 嚴小於小 嚴點大於小N的情況 把大N當成是固定的變 如果這兩個particle是什麼 是直點差不多的時候 那你這邊這個N 那這要變成是什麼 它的reduce mass 就是它的折合質量 這個mu的話就是變成 它的折合質量 N1分之1加N2分之1的結果 換句話說這兩個東西 互相在這邊倒 你是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mu 那它繞著它的東西再轉 對 那這個我們在這裡 我們還是把大N 是遠大於小N的情況來看待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了 假設這個大N是地球的話 他就是在地球上 就是在地球上的大N 那小N呢 可以是我們的火箭 你的半徑R基本上面 就是我們這個地球的這個 這個半徑的左右 如果我們的小N還是比我們大N 大N很多的時候 那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總共的energy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說 我們把這個指點 不管它是火箭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把它移到很遠的地方去 它移到多遠呢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移到的位置 移它到RM的地方的話 我令它速度是很低 所以這個total energy final state的部分是 希望到RM的位置去 然後呢 這個RM當然是從這個生核來計算 那到CM1N 那但是在這個位置照面的速度是等於低 OK 那這樣子的意思是什麼 這樣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的RM是等於低 無窮大的時候 那我的initial step 所需要的速度就是 我這個particle 要調脫大N的束縛 所需要的速度 換句話說 這個就叫做逃脫速度 OK 那你RM是趨近無窮大的時候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逃脫速度啊 就很容易了 我們說它其實就是等B 你把這個概念放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是兩倍的G M1 然後 R1 然後開2倍的G 所以 我們看一下 在地球的逃脫速度大概是多少呢 我說這個逃脫速度啊 會地球而言 大概是11.2Km 大概是11.2Km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 一個火箭 這個 遠離地球的速度的話 那你就要發射出去的速度 要大於11.2Km 那同樣的逃脫速度在夜球上呢 他就不需要到那麼多了 他只要2.3Km 每秒 那這是在夜球上面的情況 那在太陽上面 我們平常講說太陽風太陽黑子 都是一些particle 那他吹到地球上來 那基本上面 他的這個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太陽的逃脫速度 是618公里每秒的部分 所以從這裡面 你就可以大概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要逃脫一個星球 或者一個指點 他整個這個速度的話呢 那他所需要的這個發射 Initial State的速度是多少 那這個是整個 第十三章裡面 我們大概的一個概念 這句話說 重力在這個particle的 只要有質量的東西上面 他們其實都有increation 那你也許會問我說 什麼東西是沒有質量 那光子是目前為止是他沒有禁止質量 好 Nuron的這個mass也很小 那Nutrino的話 這個微中指的這個質量也是很小的 所以那時候你可能不需要去考量這個重力 他其他的情況之下 你幾乎要考量這個重力對你的這個指點的影響 好 那這個是整個的這個 Graditation 這一個chapter的部分 是